对于XF来说的话 不是什么好消息 不过呢 他们有plan B 特别是在 十二宫北侧的这条马路上 有很多 不管是比赛还是场间 咱们一直把主角 锁定到了前几名啊 这些有争夺冠军 可能性的战队 但是我觉得这场比赛 我们可以把更多的目光 放到那些暂时积分 不靠前的战队 因为这一场啊 就是他们在正赛开始之前 最后的练兵了 难道说会有快乐队出现 说到快乐队 我就不得不 不要再提PEC了 不要再提那只Fanatic了 但是这个快乐队的出现 很有可能也会决定 这场比赛前三甲的一个走向 是的 为什么SMG 在今天的成绩打得不好啊 我觉得我已经多次表示了 就是因为他们 先看看这边啊 队伍快不快乐不知道 反正咱们这一次安全区 是快乐起来了 我在前还在想 这圈到底会眷顾谁 但现在圈是不偏不倚 好吧 你们三兄弟都在大脑上 给我安室安静的待着 是的 但是如果真的要说 这个进圈速度的话 XQF还是要快一些 XQF还是要快一些 是的 你看前三这边 首先最远的应该是GAME5 他们在Y城 而正在转移的过程当中 XQF有车 这个时候就犹豫了 我拿了车 这个圈 你说倒圈 它肯定不会 肯定不会直接去 肯定不能直接去 因为你在进圈的过程当中 中间是有很多战队的 你如果被打自己 完全没有还手之力 对 那如果真的被打下来的话 那代表着 队内一定有内鬼 相对于来说 比较舒服的就是ELG 首先他们在航线上 就可以直接飘到 自己的搜索点位 那其次呢 搜索的时间比较 短 但是他们很快 搜完就可以直接的 看怎么进圈了 ELG也有隐患 没错 没错 对的 但是有个隐患 就是我们在先进的过程当中 不要被堵桥 是 只要不被堵桥 或者说能完美的过去 这场比赛 我们赢的希望是极大的 而且我们现在 我们的队员 也已经开始 非常快速的去转移了 但是这里是要 先回到技术附近 去搜索吗 看他们抉择 我觉得可能在 12宫附近打个野 就准备往机场走了 对 我也觉得 先是在海边打野 更好一些 这场比赛 我觉得我跟昂哥分析 再多 可能也没有听听 宣说语音来的更加的精彩 让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 交给四名 xqf的选手们吧 我就看舌头工 大炮要不要 什么 大炮不要 刚刚航性 渔村这边都到不了 有人吗 没有 哎呀要不要 不要 后面也没有 都没看到 他妈要把枪 我要六 我踏不去 我会都没有 迷你家 us 我 我 我可以给两个背筋 smg动了 他们现在从批城出来之后 要往南部靠12宫的位置来摸一下 莫奈他 莫奈的指挥是怎么说呢 他比较灵活的知道其他队伍的选点 在这场比赛 其实他没有办法预判 到底是哪一支队伍在附近 来了 但是我们这里已经先踩到了12宫的方向 看到smg的路过 smg动的 这个位置刚好就在脚底啊 没错 应该暂时的不会 他们是想拿加油站 他们想想过桥 smg想过桥 太明显了 是我们从小地图上看 就在这场比赛 也在这场比赛 但是我们继续 也在这场比赛 我还能够 在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 帮助 这场比赛 是 那场比赛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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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样子说来的话 现在大部分的战队都已经上到了我们的副岛 而且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现在应该是 刚才那个位置 应该是一个机场新区的一个附近 包括留了人还去采桥 刚才 你说 刚才短暂的给了ELG的视角 ELG应该目前来说离我们是极远的 是的 这一场我们跟ELG遭遇的几率大概为13.75% 我拿计算器精准的计算 对 跟Gaming5遭遇的几率还是比较小的 因为Gaming5他看他这个路线也应该是选择从中桥过 我们这一场至少可以确定西桥 多半时候是可以来人了 我们再等待下一波的位置 可以再守一下 这里其实守在这意义不是特别大 但是没关系 我们其实只留了一个人在守 拿信息 我们现在已经好久没有听到信息了 你可以看到 这是 这是我见过的有史以来 几场拳打得最慢的一次 对 而且一圈二圈 大家由于这个是个几场拳 所以都不着急打 先拿的是一些山坡和野区 没错 现在还是60个人的一个全员满边的状态 理性的分析一波 如果下一波是同心员或者吸切圈的话 XKF这一场是还是OK的 那有没有可能刷个阴阳呢 虽然最终我们一定会在副岛上的 这是肯定了 这场比赛是有激励阴阳的 阴阳到哪的 阴阳到东边的桥头 阴阳到东桥的桥头 现在是一个东西圈 是同心员 这不是东西圈 这是一个在当前圈下的同心员 我们有位置待 我们可以从北边的海岸进 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SMG他们即便刚集合 他们就是摸了两个人进来 然后两个人是游泳的方式过来 没错 但同样关注一下 目前来说 跟我们咬分咬得很紧的几个队伍 刚才一闪而过的这个小地图 一摇区应该是拉到了 纠集南边的海岸 是的 好 XQF现在应该是选择另外一种过法 从南海岸进来 应该是想摸南海岸的话 那南海岸要小心JCR了 千万要小心JCR 这一时候听一下 这一时候听一下选手们是如何交流的 在我们左边不知道从哪来的 你刚刚看到马莎从哪来的 从右边啊 619吗不像啊这不是619 这不知道是谁在我们前面啊 可能是狗 我感觉他应该要去绿点 他要去绿点那边吗 他应该要去笨着绿连这里面去 到马莎洞去 去马莎洞吧 他要是笨着绿连这里面去了 笨着后面去了 那我们就看反观洞 看一下反观洞有没有人情了 我们直接往这边探 小城沉手山应该 原住应该会待那里 我按伤右边伤没拖到车 嗯 但是后车上有车右边伤 没想到刚刚那车 上一点看一下 左边有一个报头几步在这种机场动 这应该是629你里面有人 那里 那有人吗 我右边包里面有人 我右边有一个 我右边有一个 车上 你们在 上面有一个蓝色马上 你们在先进 我知道 你帮我打一下 我一直说那边有人 为什么 就接近反攻都就完事了呀 我叫不了 叫不了 只有上边的跟你讲 行我先停不住了 我跑了 你们全锁进去了 哎 我靠 这边外面都是人 整个双架吧 嗯嗯 男生把车轮一下 我这边来人大呢 那个你近点 啊我微笑就那个 我这边 这是我自己在家的 我我就会 我这边 我我这边 我再给你 我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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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全戳进去了 你看我们 跟冠军现在应该是十只交臂了 没错 嗯 其实 哎其实也没有什么 对对对对对对对吧 至少我们 在后面的两场海盗地图里面 在不断的往上 其实当到自己的背身 基本上是干净的 只要去看我们前方的敌人就好了 自己的背身基本上是干净的 只要去看我们前方的敌人吗 现在的选择就是像115所做的一样 尽可能的去拿周围的一个信息 然后等一个圈 因为我们可以知道啊 现在的这个圈最终的一个地形 一定是就小概率的 可能是机场内部圈 大概率的就是像卫星楼的3D圈 那么像这种卫星楼3D圈呢 就知道需要夹菜 把这个菜放在嘴巴里面 就知道要嚼 这不用别人嚼 DKG到了跳的这个点位啊 即使是被远端击倒了 对方上来也只是划山一条路 还是比较好守的 而且周围的信息呢 基本上一览无一 先看这边 刚刚我们说过很奇怪的619 他们的这个移动方向很奇怪 最终阿南正守的位置也很奇怪 同样都是原住民 但是现在619的情势和DKG是天壤之别 你说这个阿南 咱们之前评价他 是军事基地 评价他 是军事基地的一方保安 但是他来到了这个悬崖的南边 保卫一方平安 你就是非要强行 把这句话说完 先看这一波吧 其实XQF蛮难受的 因为JCR顶到悬崖边的时候呢 我不知道XQF有没有找到这个信息 我觉得大概率上是另是知道的 但是有一说一 这一波XQF 如果真要 就是找一些问题的话 其实也很难 没什么太大问题 这就是被打了费身 先看这波天霸吧 也是天霸的关键局 一是年倒了两个人 一颗手雷直接收掉 天霸 可能之后再也不敢在山头打了 在今天的第一场海岛地图 他在山头 抢到了一个优势 把SMG的两个人打掉之后 没有往前顶 在这场比赛 决赛的最后一场海岛地图 在山头作战 被伊克雷直接全员灭掉 我觉得天霸 这一支豪强战队 很可能在心态上 会受到一些影响 我倒是不太担心 因为我 他们意见很快了 我昨天采访他们的时候 我感觉到他们对于自己的问题 研究的很透彻 也开始在练了 只是最近赛程比较密集 没有他们专项训练的时间 其实我觉得他们的训练方式 暂时我们也不能说是错的 我根据他们的教练 根据他们经理的口中 是得知 他们觉得自己正面不强 选择以两人小队的编制 去打一个海岛地图的自闭城 那你完全就失去了正面作战的意义 我们说正面作战打不好 真的是选手的枪不刚吗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选手们的沟通 是的 当然先看这一波 刚才GCR是决定了本场比赛冠军的胜负和归属 PoM难道也要再一次当起这个执剑人吗 Game5现在心目已经倒地 盒子血量不多 同时像素还在Game5的身后 像素这个角度应该是在爬山 但是爬山的速度够不够快 盒子已经来到烟雾内 盒子在自己主动吃雷吗 没有 他是向山坡上面走来了 并且打掉了肖小剑一点血 过过肖小剑的反击来的是非常迅猛而猛烈 925上场比赛获得MVP的他 又站了起来 单三决定团队成就的男人 这个时候打倒一个没有办法 对方人多 像素爬山的速度终究敌不过Game5的子弹呀 但是这一波重场让Game5很可能失去争贯的机会 听贺 那个照片的男人 现在占领着山头的高点 也是站在所有队员的头上 但是自己的屁股没有办法防守 蹲下企图反身秒掉像素 不过却没有找到敌人 那德是在哪里被击倒的 很远的地方了 哎呀 925最终也是被莫星一把UZI给收掉 那这样的话 X5被淘汰 Game5也被淘汰 剩下积分榜第一名的ELG 应该就 应该能够拿下我们这个季节定位赛的第一名 但还有悬念就是GCR和AG之间到底谁是拿下这样一个 第四名 或者说他们拿的更高 对 是不是能够拿到第二名和第三名 嗯 总的来说我觉得第二名第三名有点困难了啊 就是你需要拿三十多分呢 呃 那个很可能比较困难 但是涛博啊 穿不穿女装 我觉得就得问一下SMG 对 两个悬念 一个是AG和JCR之间的种子对的身份的争夺 是的 没有雷 没有雷道 稍微有一些偏差 乍是乍到了啊 但是没有直接把对方淘汰 同时他的身后有莫奈 这样的话 一架住 咬仔很难跑 哎 这白猫和莫奈的位置 稍微有一些 暧昧啊 哎呦 暧昧归暧昧 那也是得等你穿起女装来再暧昧啊 反正扣脚先一颗雷 是 哎 把你正面的人炸倒 你没有在在你没有穿女装之前 在赛场上你就是我的敌人 杨神 开始往前冲了 涛博的站位这么分散 你知道吗 风驰电射之间 他跑掉了 他不仅跑掉了 他还要落地反打你 火降在头上 杨神听到了 杨神提前开枪 但是没有对过 血量还是一个劣势啊 直接收掉了 嗯 现在来看的话 涛博和SMG的争斗上 应该是两败俱伤了 还没有打完 还没有打完啊 咬仔那个点位应该拉不了 哎呦 马沙拉迪飞在空中 最终让SMG的两名选手 成功都被淘汰了 可惜啊 咬仔这个点位应该要拉的话 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那这样说来 阶段四 咬仔还不是可以去救一下 救不了啊 兄弟 已经没有了 已经没有了 他那个点位啊 因为现在来看的话 信号接收区 他在信号接收区外 待的时间太久了 对 主要是时间已经不多了 对 好 那在安全区的东北边 还没有打完啊 是 RNG的行程 团队的大腿 在第二场沙漠地图 嗯 就已经拿到了六个淘汰了 先是往东北方向刷了 就在自己的脸上 那这波可以打呀 舒展手捏着一颗火 同时之前扔的那颗雷 已经把舒寒给炸倒 如果AZ能够挺过这一关的话 因为圈形的原因 他们很有可能能够 重获争夺种子队身份的机会 只不过现在局面上RNG已经完全压制了AZ 现在对于RNG来说啊 一定要提速提速再提速 不能在这个斜坡耽误太多时间 后点的这个架枪位啊 又是什么都看不到 是 不如赶紧往前走 啊 我们注意到 要下一个安全区刷新之后自己的去路 烟雾缭绕之下 看上去AZ的血量很残 但是还有两个人是能够做出有效输出的 毛毛位置被找到了 好 AZ全员团灭 那这样的话 JCR应该是能够稳住自己种子队的身份 是的 那 没关系 没关系 应该还是没问题的 因为AZ被淘汰的话是只有一分的排名分 对 而且JCR这边是全员团面XQF 所以说即使现在被收掉 应该是也有很大的可能能够稳住 那在总积分榜的一二三 这个二三被淘汰之后 我们的第一名开始朝第四名发起了总攻 是的 JCR是横抗在ELG竞圈的路上 JCR本场比赛已经拿了八分了 所以说现在来看的话 JCR即使现在被淘汰 他们也应该能够稳住自己前四种子队的身份 是的 阿探驾着车来到厕所 旁边带的是谁 血量好像不足 阿探一波穿烟 对方伏地 这边只能是听声面面王源源在厕所里边待得太久 诚C之前在原点老早就想扔雷了 没有想到不仅能炸JCR还能炸到ELG 连导逮捕 两颗手雷 不过最终的分数 野马是被白猫拉掉了 JCR还有一个释怀 他是多么的不想倒立洗头 但是 别啊 北战 刚刚阿探这个位置已经 这个轮胎是已经被修掉一个了 所以说这个车动不太快 为什么ELG在最后时刻选择兵分两路 这不会是总积分榜的第一名 他们想要早点下班 因为种子队的身份已经拿到了 厉害 在最后时刻给我们展现各玩各的 最后也是同时被淘汰 兄弟情深 现在来看的话JCR释怀 队伍能不能机身前三 自己立下的flag 这是如果用低炮雷的话 滚到马沙拉蒂的车盘底下 说不定可以炸到 哎呦 但是也不用低炮了 换一个角度 换一个角度 直接朝你的后脑壳 狠狠的砸上去 直接是砸晕的 这颗手雷都没爆 先看看这边 包博在和SMG的争斗 拿下胜利之后呢 还是来到了威放的脸上 哎 这威放完全不虚啊 金勉这个位置虽然说被发现 但是自己的枪线非常的舒服 我们看到小地图格子 也是开着自己的车 来到大部队面前 火降 首先被金勉一颗雷炸掉 不知道这场DKG 到了拿了多少淘汰分啊 所以说现在这个圈 给到DKG之后呢 看看他们后续的发挥吧 那这个安全区刷完 金勉 那这个安全区刷完 金勉 没有能够带着队友 迅速的过马路 那就赶紧回收 如果我们最终的目的是 第一名的话 包博这场比赛 已经拿了六分了 当然如果说他们这一局 拿下蛋糕的话 很有可能能够 机身前五 你看很难受 成此一想上去补火象 但是补不了 因为一抬头 高点的DKG还在打他们 哎呦 我们刚刚看到圆点 这电光火石啊 这感觉DKG的火力很猛 确实很猛 确实很猛 他们的怒气也非常的盛 现在来看看 涛博和DKG 如果能够拿到高击沙的 冠军 就高击沙的第一名的话 也是有机会能够 去挑战一下GCR的位置 不过GCR这场比赛 确实 那八分在手啊 感觉有点天下我有的意思 不过刚刚我们看到涛博 往北边走的时候 雕割风的烟 好像有点问题啊 自己前方还有一个 反歇破会往前走 但是自己没有选择先走 那等于说那几颗烟 起的作用好像并不大 有个问题啊 GCR已经被淘汰了 上面的正旗 为什么如此之激动 因为咱们的主视角直播间 如果主队被淘汰之后呢 也是可以继续解释 我们的精彩 我觉得呀 他是想持续关注一下 GCR的直接竞争对手 AG虽然被淘汰了 套博进前五 我说实话我想看女装 可能更多的还是想看女装一些 那这样的话 感谢天 感谢DKG的天 小天也是这么想的 作为一名小将 不仅实力很强 这个想法也是跟我们如出一辙 是的 RNG刚才因为和AG纠缠太久 真像阿美老师说的一样 现在的话 没有能够在圈里找到一个有利的位置 而且因为这个圈 确实是向着DKG那边刷的 最后三支战队 今天回顾一下决赛的三场海岛地图 这个激烈程度好像 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要更加的剧烈 特别是在最后一个决赛圈当中 主角都已经没了 所有活在场上的都是咱们的主角 我说今天争冠的主角 主要我们在开场之前不是说了吗 一直都在聊争冠的三支战队 但我们同时也可以把我们的视角 放在其他的战队 因为这场比赛 是他们面对正赛之前 最后一场可以用来改变自己 整体状态的比赛 以赛带练的机会不多了 因为到了常规赛 每一周的积分 周积分都特别关键 是的 每周你其实只能登场三次 对 而且你在每周的比赛当中 如果发挥的不够好的话 在后面的四位当中 你是拿不到任何的周积分的 是的 无疑放这边选择提前攻RNG 这是个好想法 把RNG夹在中间 让他们不能抬头 但是RNG的反应也非常的迅速 车是马上要爆了 今年还好 格子远端的架枪和助攻 是帮助今年稳住的阵脚 哎呀 星辰 杀神星 果然名不虚传啊 但是这个时候还架得住吗 A6 手里面可是一把 子弹超多的枪 你敌得过吗 啊 根本就不用掏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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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6在这个时候一穿三 子弹超多的枪 每一颗子弹都是爱你的感觉 啊 这就是 老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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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老梗 M249 没有掏出来 但是最终 我觉得A6的那秒M249 很可能会创造奇迹 是 啊 DKG也是趁着这个间隙啊 忙到了威放的脸上 似乎这场比赛 应该是全年不到了 就看陈C 这个点位 能不能够创造出一些空间 其他的队友啊 要么在补给的 在补给 在拉伸位的 在拉伸位 DKG完全占据了场上的主动权 因为威放已经完全的被排在了安全区之外 是吗 大部队是排在了安全区之外 但是A6 手握M249的那个男人 哦 他上去了 但是他被发架 天被秒了 反打一个 还有啊 这个位置只要趴住 用自己的M249 给对方全秒了 学量不足 拿的是猛男枪 天倒了 哎呀 血量不足 选择对象 没有打包 是的 但是没关系 自己做的诱饵 成C是已经成功过马路 过了马路之后 成C不要在马路上打呀 没有烟了 想要最后依靠这样一个掩体 也是独木难支了 还没有打完 今晚自己一个人还站着 DKG虽然人多 但是红血的敌人 也不少 血量不足了 他们都 AK 只能往前走 不能往后退 身后是安全区 FPS游戏活着就能输出啊 对方虽然血量不多 但是都是个领个儿的神枪手 看到了一个头皮 没有打到 有没有修脚 这种说法 想打远端 但是远近不能同打 最后 精勉独木难支让我们恭喜 DKG 知道 DKG拿到了10分的淘汰分 最终又获得了15分的排名分 这场比赛拿着25分 25分 但是JCR已经拿了8分的淘汰分 再加上应该是不多 虽然说忘记了JCR是地址被淘汰